设外婚姻夫妻的绊脚石终归还是出现 在我们家里现在目前确实有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 我来征集一下广大网友的智慧 看过了新婚夫妻的磨合期 顶住了不同文化和种族带来的冲击 适应了从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活 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生活 我们彼此减少了无效社交 树立了新的人生目标 启动了全新的生活引擎 即便是这样 当我们面对现实的生活 还是会有左右为难的时候 我们的女儿若结现在五岁了 跟所有家庭一样要面临选择 学校和教育规划 这个时候我和大龙 都有着自己强烈的欲望 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学好属于各自的母语以及文化 孩子在哪里学习 就决定你在哪里定居 也就意味着你是否可以 兼顾照顾自己的父母 我们在选择去哪个国家 哪个学校都各有主张 虽然现在目前没有正面的交锋 但是相互已经感受出了那股坚持 孩子在学前教育上 我们都是非常佛系的 年纪小的时候 见足够的世面 体验足够的生活 在哪里都行 但终归都是要稳定下来 接受系统的教育 双方的父母年纪都大了 各自也想尽孝尽到 陪伴左右 普通家庭的孩子定学校 这件事情牵扯的是 哪个区 哪个学校 搬个家 租个房子就可以解决 我们要面对的是 学哪个语言 去哪个国家 学哪个学校 个人 家庭 公司 都需要重新布局规划 甚至有一方的父母 终归会失望 有人会出主意说 带着父母一起生活吧 别说年纪大的人 年轻人也不一定 换了国家或地方以后 能适应 抛开这些 我希望肉姐 可以从里到外的 知道中国文化和传统 并且真正的得到熏陶 大龙也希望 他可以接受 正统的阿拉伯语的教育 所以啊 事情就卡住了 都在为对方着想 也在默默坚持自己的 肉姐五岁的时间紧迫 给我们的选择 非常有限 又需要照顾和陪伴的家人 担忧都想去成全对方 我们俩经历 所有伴侣 都会经历的一切 从相互了解 探索认同 欣赏 爱慕 质疑 排斥 忍耐坚持崩盘 接受包容 体谅 迁就付出牺牲 我真心的希望 我们可以延续 陪伴 照顾 珍惜 相守 积极的面对生活中 所有的一切选择 我不知道接下来 我们俩的最终方案 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最后 可能没有办法 做到绝对的公平 会有一方 做出一点牺牲 但那也是我们 共同的选择 如果没有办法 两全其美 那就尽力做到 尽善尽美吧 散会